- 没有配不配,只有怎么配,大家好,我是唐力琪 其实了解自己很容易,了解别人也很容易 但是要两个人相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为要把这个认识给实践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配对呢 就是开创固定变动当中的变动VS变动 所以是同属性的人凑在一起 也就是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你们遇到了彼此或者是遇到了同星座的人 又会是如何呢 那你可以想见变动跟变动两个在一起 变数是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变动星座的顾名思义 就是你们没有一定的模样 也就是说光是多变 也不光是多变 有时候也甚至于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说稳定跟多变之间 你自己本身也跳来跳去 所以当你自己是一个不稳定性那么强的一个状态 又碰上另外一个不稳定性很强的人 我相信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有非常多的考量跟顾虑 有时候谈感情似乎有一种游戏性质 某一种极端就是会有很游戏的性质 或者是某一种很稳定的 假设很稳定的变动 加上很稳定的变动 你们很可能甚至是相亲结婚 反差就是可能这么的大 那么首先在我看来呢 那一个很精彩的那一组 那么你们的生活就会有一种 好像在比拼 好像在演戏 好像在假装的一种特质 因为你们两个很可能都是别人眼中 非常被人家崇拜 或者是很长袖善舞 或者是很有魅力的人 那当然谁也不服谁咯 也许在表面上看起来 你们是双剑合臂 别人觉得你们是一对臂人 但私底下你们很可能有较劲的异味 亦或是呢 你们的隐忧 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你从来没有拿出来跟人家说过 因为变动星座的好处就是 你们也蛮会装校围 今天讲就是还蛮会装傻的 还蛮会粉饰太平 也许你们会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 帮另外一半做面子 讲久了 一些好话讲久了 连你都相信它真的这么好 但它事实上真的这么好吗 不一定 但是你故意不去看这个事实 所以当你们很会自欺欺人的时候 你们的隐忧就产生了 因为事实上日子一直一直过下去 你们的不同一定会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常觉得 这段关系的维系就决定在你 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或者是你愿不愿意两眼全闭 两眼全闭你的关系一定可以维持 但通常你会很委屈 那至于非常稳定的那一组呢 如果是稳定的变动加稳定的变动 那么通常你们就会开始 因为你们很会服务别人 你们很愿意劳累 你们很愿意去付出 所以通常你们会变成 你们生活当中付出最多的人 所以比如说帮家里付出 然后帮亲戚付出 帮为小孩付出 所以你们之间的生活就慢慢的没有了情趣 或者是会觉得生活是很磨人的 磨到后来你们的关系 就变成你们一直在奉献跟付出了 所以变动星座家变动星座 在我看来 我会觉得如果是在谈感情阶段 通常是会很任性很幼稚 但是一旦走进了婚姻阶段 那就是一组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 或者是两个人平平淡淡过日子 然后为生活而忙碌 我觉得这会是变动星座 加变动星座的两种状态 是一终平平淡之后 那么就 supreme 觉得